这个七岁小女孩玛丽是位名副其实的天才少女 她懂得高数和微积分 老师要用计算机才能算出来的题 她几秒就能心算出来 老师对此很吃惊 她找到玛丽的舅舅兼监护人陶总 表示玛丽应当去天才学校训练 可陶总对此含糊其词 她解释玛丽只不过会一点算术技巧 并不是啥天才 结果第二天考试 老师给她试了张初中式卷作 好家伙 别的小朋友刚把名字写好 她就迅速交卷了 老师难以置信 她上网一查 发现玛丽居然是名天才女数学家的女儿 因为母亲早逝附近跑路 她现在归陶总抚养 晚上老师找到陶总 希望她能说出真相 陶总表示 她其实一直知道玛丽是天才的事 这么多年来 她之所以一直隐瞒 就是因为姐姐曾经的天才身份 多年前 姐姐被送到天才学校就读 可在那之后 她的时间就被各种各样的研究和做题占满 她失去了自己的生活 最终在生下玛丽后 因过度抑郁自杀了 老师很难过 她理解陶总的心情 但在第二天 玛丽在校车上跟一名同学起了冲突 她动手打伤同学 陶总接着被叫去校长室谈话 而这样一来 校长也知道了玛丽是天才的事 对方强烈建议陶总把玛丽送走 但陶总坚持自己意见 她认为玛丽需要一个跟正常孩子一样的童年 只有和普通人在一起 才能真正的学会谦虚 学会怎么关心和理解他人 她认为玛丽把同学打伤虽然不对 但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她想保护别的同学 对此她十分自豪 校长一听脸都黑了 对方转头就通知了玛丽的外婆 也就是陶总老妈 外婆一听立刻赶到陶总家 打算要把玛丽带走 原来因为跟儿子有矛盾 两人已经很多年没见了 现在同位数学家的她 听说自己的外孙女是个神童 必然想把她带走进行培养 对此陶总强烈反对 她指出当年姐姐就是因为被母亲逼迫 最后才落得这个下场 外婆很不高兴 随即就把自己亲儿子告上了法庭 这位母亲正在和自己的儿子打官司 而纠纷的内容是关于外孙女的抚养权 外婆一方指出 因为陶总工作和居住环境都不稳定 她抚养玛丽就是埋没孩子前途 陶总一方则指出 因为外婆曾对玛丽母亲的教育 就存在一定的过失和问题 她抚养玛丽只会让孩子更不幸福 一番唇枪舌剑下来 双方各执己见 谁也说服不了谁 法庭也很难下论断 于是在最终结论前 他们给玛丽一个机会 自己去参观一下外婆家 而在见识了外婆任职的大学后 玛丽深深地被这种高端的学术殿堂吸引了 在现场 外婆的一名同事 尝试让玛丽解一道研究生体 玛丽苦思冥想半天都没有动静 外婆很失望 正想带着玛丽离开 可这时 玛丽跟外婆说 刚才那个同事的题目出错了 原来她写错了一个符号 外婆很惊讶 问她为什么不早说 玛丽说 因为陶总教她 不能随便指出长辈错误 于是 外婆赶紧又把玛丽带回去 在把符号改了之后 玛丽行云流水地写下答案 同事整个人都看呆了 而经过这件事后 外婆更想把玛丽拉到自己这边 但玛丽自己依旧想跟陶总在一起 为此 外婆买通了玛丽的亲生父亲 做监护指认 好在陶总的律师林牙利齿 一番操作就戳破了外婆的面具 可回家后 得知这件事的玛丽却忽然哭起来 她对自己的生父来了现场 却没有看望自己感到难过 觉得自己是个没爹药的孩子 陶总见状便把玛丽带到医院 观摸别人家庭迎接新生儿的过程 她告诉玛丽 当年玛丽出生时 陶总一家就跟这家人一样高兴 虽然陶总不是她的父亲 但她永远是她能依靠的家人 玛丽听了很高兴 让陶总发誓会一定陪着她 而陶总也不含糊 立马微笑地立下了誓言 为了争夺这个天才小女孩 外婆和舅舅在法庭上变得不可开交 双方都认为 对方给予孩子的都不如自己好 可最后他们还是决定折衷 找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寄养家庭 来抚养玛丽 但这样一来 玛丽不高兴了 她又哭又闹 怎么都不肯留在寄养家庭 她一边扑打陶总 一边说她违背了誓言 陶总忍住眼泪 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玛丽依旧在窗边哭喊 趁自己情绪还没出来前 陶总赶紧驾车离开了现场 几天后 陶总再次来到寄养家庭 她迫不及待地想见玛丽 但寄养家庭的父亲告诉她 自从陶总离开后 玛丽就一直很生气 她不想见到陶总 陶总很难过 认为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 没过多久 之前教玛丽的老师 说在宠物店的领养公告上 看到了玛丽的猫 陶总大感震惊 她马上冲到宠物店 把玛丽的猫抢了回来 经过询问她得知 寄养家庭说是因为过敏问题 才把玛丽随身带的小猫送走的 陶总感觉奇怪 因为她仔细研究过 这个寄养家庭并没有过敏问题 反而是玛丽的外婆对猫过敏 她意识到事情不对 在闯进寄养家庭后 她发现 外婆果然带着两个大学教授 在给玛丽补课 陶总十分生气 她正想让玛丽跟她一起离开 玛丽却忽然赌气跑走了 陶总追出去 她抱着玛丽不停地向她道歉 她解释 自己曾以为没有能力抚养好她 但在经历了这些事后 她觉得玛丽既然这么懂事 这证明自己肯定有交对的地方 玛丽破替微笑 她原谅了陶总 而在安置好玛丽后 陶总也回到屋里跟外婆对质 她把一份玛丽母亲以前的学术文件 拿给外婆看 她解释 这是玛丽母亲在外婆压迫下 毕生的研究成果 在去世前 她叮嘱过陶总 一定要等外婆去世后再发表 因为她不希望自己母亲看到自己成功 便以此方式来报复母亲对自己的压迫 外婆听到后呆住了 她仔细翻看着女儿的演算笔记 当看到上面还有泪痕 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她终于明白自己对女儿的伤害有多么大 陶总表示 她会把这份文件交给外婆 如果外婆真心悔改 就好好地把姐姐的这份文件整理发表 然后玛丽归她抚养 外婆含泪同意了 最终玛丽重新回到了陶总监护下 她白天去大学上高级课程 下午放学后 陶总就把她带去跟自己的同龄孩子玩耍 影片在两全其美的结局中 温暖地落下帷幕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天才少女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